1.3. 56年 文殘 我说 对AVOF来讲 目前代表人民币执板什么? 呃 代表 它是不是只有126个网断 而每一个网断是不是有1677万本储劲 我问你 可 有这么大个公司可以用这个吗? 有吗 那我们不要说1677万个主题 我就问一个C6网段 总共是不是2个21次方的网络地址 每个网段是不是有2个8次方的主题数 254 那我们对于我们中小公司 或者个人公司来讲 如果我们申请的最少的公网IP 只有254个IP 我用得起吗 或者说 我用得了这么多的IP 对我的小公司和个人来讲 什么意思 如果按照它的标准资网划分 它最小一个网络是要有254个IP 这对我们的绝大多数企业来讲 都是浪费的 我就算买得起 我买回来最多是只有其中的一两个IP 那我IP是不是已经 这个怎么说 远远不够使用 这种情况下是会造成大量的浪费 那怎么办 各位 这就是子网划分的这个基本华议了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子网划分 这块讲的是子网人马 子网人马我已经讲过了 OK 那我们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子网划分 原因是 它给我的末日网段 不管是够大还是不够大 我都觉得是吗 它是不是只有三个选择 要么是A 要么是B 要么是C 是不是过于什么 完全无法满足我们的实际需求 听懂吗 所以子网研码 子网研码我们是什么 我们 子网研码就是什么 我们把它要干嘛 化成按照我的需求 把网站再进行分割 或者扩张 一般不会扩 一般是往里分 听懂吗 我能说什么 嗯 一般是要往里缩 不会往里缩 因为 往里用不了 或者是用不起 各位 我说过 在北京 一个C币有个 配一个百兆贷款 说多少钱 说过吗 四万块钱人民币就了 一个月租金四万 讲过了这事吗 讲过了吧 我用不起 对我的个人来讲 我是完全没有必要 我每一个只有 这个IP是不是都已经够了 听懂吗 所以必须要化成 这才是子网研码出现的 根本原因 OK 那回过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子网研码有一些特征 有一些特征 这块是讲的换算 先不理解 我们想说的是这个 在子网研码当中 如果是1代表网络地址 如果是0代表主机地址 但是你小心 它指的不是子网原码 而是谁 啥意思 看 我如果把它换算成二金质 那我问你 这是什么 8个1吧 后面是不是24个0 那么 指尿和1对应的IP地址代表网络位 和0对应的IP地址代表主机位 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这是一概物 所以这块辨识就是不同网段 而后面是0 所以这块辨识同一个网段不同的主机 听懂吗 听懂吗 我说什么 能听懂吗 也就是说 我这里幻灯边写的 是吧 对应IP地址的网络部分用1表示 对应IP地址的主机部分用6表示 什么意思 这块是不是就是一个 子网原码 3-5一个人 跟它的IP对应 这是192.168.1 看到吗 那我说 只要这三个数变化 就代表不同的网段 因为它的子网原码是1 我再说 它到底是同一个网段 还是不同网段 跟IP没关系 跟谁有关系 跟子网原码有关系吧 所以 因为这里的子网原码是1 所以这三个IP变化 代表不同网段 因为这有这个子网原码是0 所以 这个IP变化 代表一个网段不同的自己 听懂吗 听懂吗 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我刚刚是不是就是拿实际去讲的 我说这个变化是不是就代表 跟它对应的这个变化是代表不同的网段 跟这个您对应的子网原码变化就是不同的自己 只是 这里是把它换成二次 各位 在实际的运算当中 我们实际上应该把它变成二进质量运算 而不是实际上 听懂吗 说一说 听懂吗 那好 各位 我问你 我在这个192.168.1这个网段 配的是三个二五一个子网原码 我可以给它配其他的子网原码吗 可以 可以吗 那么 配此网原码只有一个原则 此网原码配置的时候此网只有一个原则 新的车时间 好看 第一 一 是 什么 和 对应 对应 IP定值 代表 保罗位 或者说 只要变就是不同的网段 能不能 那 那么 如果 如果 子网原码 是 零 那么 和 它 对应的 IP定值 代表 主机 还有一个原则 子网原码 只要 只要 是 连续的 一 就 或者 我说可用 啥是 我问你 3 2 5 一个零 换算成二十字 是不是 全是八个一 二十四个一 延续吧 延续吧 那这就是合理子网原码 但是如果把其中某一个子网原码 把这网原码换成零 那吧 它除了零 那我问你 那我问你 我问你 我能不能把这个零换成一呢 能不能 各位 写子网原码 写子网原码只有一个原则 只要一是连续 就是合理 那我问 它合理吗 前段二十四个一 就是在家里了 那也就是说 来啊 随便我写一个IP 我随手写一个 好吧 1.2.168.1 写 有个常见的内容 好吧 那么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 先写个 写个 写个 写一个简单的嘛 100 好吧 这位原码 合理吧 换一叉二变质 我复制了 诶 还复制不出来 是个图片 好吧 得 手工写 疼 指导 100 没错吧 168 多少 看一下 10101 כל 没错吧 prereqdimensional 没错吧,1,2,3,4,5,6,7,100,160,快了,算一下,来,过来算100的安心事,很快,0,1,1,0,0,1,到底是几,0,0, 是这个吗,我也不知道,试一下,11,00,100,没问题,OK,没问题,笑啥,这是七位,这补了一个零,好吓唬啊,人家算完了还嘲笑着,然后还嘲笑着不对, 对吧,好了,我问你,这份瓷瓦研码是否合理,合理吗,我说了瓷瓦研码就是一个原则,是吗,只要连续的一事就可以,那好,那我问你,它合理吗,合理吗,合理吗,合理, 那,如果这样来做,相当于什么,我如果这样写完,带来的后果是,各位,看着,本来,如果我这个IP配的是标准字网,3,25,1,0,对吧,那它一个网都有多少个可能IP记者, 256-2吧,254个IP吧,那就是说,如果我有,如果我采用的是标准字网码,它的可用IP地址数量是从0到255,其中,两个值不能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没错吗,没错吗,没错吗, 我给紫网码码占了一点,那看啊,看,一旦占用之后,它是不是就不再是标准字网码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网段,紫网码码这里叫做紫网,这一块就叫做紫网,因为我们进行了划分,或者说采用了不是标准,OK,这个紫网做完之后,我问你,现在才有几个零,七个零,那我问你,零是不是代表一个网段它们用的主题数,那现在 现在只有七个零,那这个网段当中有多少个主题,二个七十四万,一百二十八个减二,能听吗,他说什么,先不考虑一下,就先说,二十七四万,能听吗,那本来,192.168.1是不是一个C类网段,它是不是只有一个网段,但是现在看,紫网是不是强迫抢了一个主题列,那它现在把它就变成了一个大紫网,一个大网段, 中间画一道,变成了两个字网,明白吗,我说一是不是可以代表,有一个一是不是代表,不同网段,那前面是不是标准字网,是不是这是标准IP定义,标准网段,这两个变,只要就是不同网段,那我们考虑是不是不是标准网段,那不是标准网段当中有几个一,几个一,一个一,所以本来我人头二五是一个网段,但是因为, 128这个子网码码码,相当于我从中间画了一道,变成了两个网段,第一个网段是从零到一百二十七,第二个网段是从一百二十八到二百五十五,它们两个之间不能通过交参机通信,必须要加入一起,因为子网码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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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懂了我說什麼 聽懂了我說什麼 什麼意思 再來一遍 本來一個網站是不是這麼短 是多少 一個系列是不是0-255 256p吧 是不是總共那麼多 但因為子往原把寫成了128 128 它是不是相當於借了一位 一個1後面70 OK 那0我說了是不是代表主席 所以這個網站可用的主席 是不是只有2的7次方 但是因為 1是不是搶了一個0的位置 所以它就從 一個版本的網站 變成了2的1次方的網站 也就是中間化的一刀 從0到127 是一個網站 而從128到255 是另外一個網站 聽懂了我說什麼 也就是說 本來192.168.1 是所有來P是多在一個網站 但是因為子往原把寫成了什麼 寫成了這個吧 啊 那1是不是就等於搶佔了一位0 是不是 那這樣的話 等於把整個網站 從中間來的一道 OK 前一部分是一個網站 後一部分是另外一個網站 聽懂嗎 聽懂嗎 各位 這樣做的好處是 嗯 我說了 我們的小公司 個人 是不是用不了這麼大的網站 對我來講我時候跟他買個錢 這樣因為子老人打的電話 我是不是就等於買到了一個小的網站 價錢是不是比較便宜 使用是不是更加靈活 好處 有缺點嗎 嗯 對 不是 還真不是 試試看 我說了 每一個網站 我都必須要浪費200P 如果這是一個文件網站 是不是只有0和255 不能用 但是現在中間切了一道 那是不是第一個網站 0和127是不是都不能用 127是不是網絡計程 0是吧 網絡計程 那現在第二個網站 是不是128是網絡計程 255是吧 也就是說 你切的刀越多 浪費那個IP地址數量是越多 但是 好處大於就是 或者說 我們考慮的是主要網頓 OK 主要網頓是 網站多大 我完全無法使用 那這樣帶來損失IP IP地址的損耗 然後呢 我可以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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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可以做出來更靈活的我來設置 能不能 您的愛是設置嗎 那好 請走吧 我們去找 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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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有問題 它的指往研碼 不用換成方法 我就通過畫圖 就能推倒出來 只是麻煩 但是 後期是有方法 我會跟你們講算吧 OK 我先講原理 聽到我的分 聽到嗎 那我換一個問法 那我問你 我重新把它複製下來 我寫一下結果 寫一下結果 什麼 一旦這樣劃分 就會變成什麼 我現在講的是紫網劃分啊 劃分 啥意思 我是不是就不再考慮 這個裡面能佔多少個網端 它是CD的標準網端 沒錯吧 我說的就是這個CD 本來只有一個網端 256IP 明白了 那好 紫網劃完之後 因為這個紫網楃碼的出現 它就會變成什麼 有二等一次方的網段數 能聽到我的說什麼 啊 因為紫網楃碼數佔了一列 每個網段的主基數呢 主基數呢 變成了二等七次方 那麼 是 這個好麻煩 二等七次方多少 這表現是八個 那麼 每個網段呢 總共是兩個網段 每個網段是不是有 網段數是兩個 能看到嗎 那 每個網段的主基數 是不是二等七次方 啊 還有 各位 還有 這個IP 這個IP 所在的網段是 前面吧 是不是前一段 所以 還要讓你寫出什麼 此IP的 IP的網絡地址 我說了 網絡地址是誰 看到了吧 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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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因為它是在前一段 那邊 OK 那麼 此IP的 廣播地址是誰 廣播地址是誰 192.168.1.127 好了 各位 當我換算一個磁瓦研碼的時候 要求你們算的 就是這四個字 看到了 我說什麼 第一網段數 第二網段中主基數 第三 網路地址是網路地址 能看嗎 有問題 你看看 哎 我並不用講算法 這個東西滿排的 我畫圖 逐個一個一個推導出來 我說實話 對CV來講 我不用知道算法 我就是這麼畫圖 就能算法 但是 如果算更不相當 比如說算B 比如說算AV 你的畫圖就能弄死嗎 一千九百多萬一瓶咋畫 對不對 那時候是不是要有一些標準算法 我們先不理會 先看懂 看懂嗎 看懂了吧 來看我的畫圖片 畫圖片 畫圖片其實也說的 就是這個事 是嗎 紫網圓碼畫分是什麼 本來是不是 一個斜杆24的一網段 把它畫成了斜杆26的網段 哎 24指的是什麼 連續的24個1 也就是3個25 一個0的紫網圓碼 能聽嗎 那也就是說 這28是什麼 那如果用四顆的標準表示方式 它就應該是25 能看懂嗎 那26的 原馬圖相當日在這樣 再講一講 它就會出現4個斑 它就會出現4個斑 能看懂嗎 那26的羊馬圖相當日在這樣